吉祥如一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这个八字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一定要跟大家说 这个不能不说 因为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太多的误会 和大家在学的时候必须要知道 不管你学八字、学风水 你们都一定要知道 步步为赢 一步一步的 到最后你才能够赢 赢什么呢?赢到了知识 你要按部就班 你不按部就班的话 你得不到知识 所以必须要一步一步来 必须要一步一步来 来跟大家说一下 择日我们就不说其他的 我们就说历年 今天历年是后台 从他在他在中国的时候 当然他也有也有懂一点点 也不是很多 懂一点这个择日 然后所以他学起来就比较快 但是当我我们传授 这个择日法的时候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学问 很多很多贵人 比如说今年是龙年 打个比方 今年是龙年 那么在龙年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注意 生子成 龙年啊 我们就要注意生子成 也就是说龙年 当你十一月 你十一月想要哪一个日子的时候 那成与子啊 他就互惠了 他就互通了 他就互合了 就是龙年 遇到了老鼠月的时候 他就是互合了 因为龙是成 我就这样写吧 要不要我怕大家都不知道 来 我这样教大家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让让大家都清楚 也让你们明白 让你们清楚 让你们明白 比如说龙年 哎呀啊 龙年 龙年来的时候 龙年来的时候呢 这个呢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叫成 这叫成 这是每个人都懂的 龙年就是成 当我们选择日的时候 到了子月的时候 到了子月 你就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你就要特别注意 这个我们叫冲 这个叫做什么 那哪一个是冲呢 很多人认为是狗 很多人认为是这个马 其实不是 你反而要注意什么 反而要注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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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这里 所说的 啊 所说的 这个是我们叫做 恩 啊 冲 恩 恩情的恩 冲 你就要注意了 就要注意这个生日 生日的进展 因为它是河中带冲 山河当中带冲 大家要明白 那么同样的 但是这个哈 一定要对应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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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年的时候呢 这个是十一月哈 华人的十一月 那么如果冲年的华人七月呢 那叫生 生月 生月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子了 子日 你如果用子日 你就要注意 我们说河中带冲 山河当中啊 带冲 那当然一定要看这个日子是属于什么样的生效 什么样的 的时候 来用 另外 现在是 现在是 啊 夏天 我总是告诉大家 年代表春 啊 年代表春 那么夏呢 夏代表这个月 看月 日呢 是代表秋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时呢 代表冬 春夏秋冬 年月日时 现在 如果 啊 要折集的话呢 就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这个地方开始呢 来来来 呃 推算 因为现在是夏季嘛 现在夏季是四月五月六月嘛 你在折日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方面 当然 也要注意这里 我再说一个 啊 今天遇到的一个情况啊 我再说一个 兔年是什么呢 兔年其实就是卯年嘛 卯年啊 听清楚 卯 当卯年 入位的时候 入位的时候 位这是六月啊 卯年入位 啊 卯年一旦入位 我们叫什么 叫亥卯位 当你要用卯日的时候 卯日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他随时都会冲什么 随时这个日子啊 一旦用的不小心啊 就会冲租 我们叫卯日冲租 也就是说 如果家人 有人是属租的 可以既用 就尽量不要用 或者避开 而不是我们说的 亥卯位 三合 不是这么论 我们叫 合中有冲 冲中为合 那么每个人都知道 卯日一定是冲击 每一个都知道 但是如果家中有这个属租的 就要小心这个属租的 就要注意这个属租的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合中带冲 因为他们三个在一起啊 是三合 则日啊 一定要 则日 一定要关键要懂什么呢 要懂 这个 嗯 则 则日 关键 关键的问题 一定要懂 留 留这个字 则日 要懂留这个字 则日 则日 这个日啊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 这个年 年所流入的 月 月所流动的 日 也叫流日 所以在则日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配搭什么 年月日 还要配合 家中的八字 那么家里面 家里面 如果 有创到 合局的人 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他 不是 不是说哪一本通圣 起来看啊 这个日子可以啊 这个日子不可以 比如说 我打个比方 我们则日 我打个比方 今年什么年 兔年 兔等于什么 毛 充什么 鸡 我就写一个鸡吧 充鸡 那么 现在是什么月呢 我们打个比方 现在什么月 现在是这个 马月啊 马月 我写个月 马的月 马月的话 是代表什么呢 五 五充什么呢 五充鼠嘛 那是不是代表 宣布的老鼠 在马月 五月 也就是这个月啊 五就是这个月啊 五月 全都不能用 全都不能用 不是的啊 不是的 他不是这么看的 那那所有的老鼠都不能用了 那么那么 你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 何之代充 充之代何 那么家里面 我打个比方啊 那家里面有人属啊 嗯 有人属这个 有人属龙 有人属龙 那么我们会选什么日给他呢 我们会选择虚日 哎 虚不是充吗 充容吗 啊 是不是啊 这个就不知道了吧 你看这个他就不知道了啊 为什么呢 在这个八字里面 那不是啊 在这个择日里面 为什么你偏偏要选虚来充容呢 那这个这个八字啊 他的月格 他因为这个是年嘛 对不对 他的年 他的月格 一定是在什么 一定是在这个 这个 五 一定是在五 所以我们这个叫配月 所以择日啊 不是说你哪一本通圣起来看 哦这个日子好 这个日子好 然后再看看后面 再看看前面 哦这样子啊 那择日就太简单了 啊 那择日真的就太容易了 也就太简单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择日一定要配 那么就是我经常说的 你们拿钥匙要去检查你们的家 啊 拿钥匙要去检查你们的家啊 这个时候不要择日 不要择日 因为你是要去看 你是要去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Inspection 你们要去看 那 那就不要择日 那么不要择日的话 那怎么办呢 选一个日子 把荷家妄业 带进家中 啊 就没问题了 还有一点 七月的时候 你们要记住 七月的时候 家里面不要放空 七月拿所食的人 家里面不要放空 不要听人家说七月有鬼 所以 家里面不可以动土 所以要记住 啊 你们 要要要学 一定要把它给学的完整 啊 要懂得 要明白 不能随随便便 所以这个 这个择日法 这个择日法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说 啊 我们 一本通圣啊 就就翻一下 哦 这个日子好 这个什么什么 那就糟糕了 所以啊 我们要选择专家 对我们来说 对不对 对我们来说 你头痛怎么办 吃药 没有错 对不对 啊 但对中医来说 他就告诉你 要推拿啊 我头都很痛了 还推啊 那没有办法了 那你就吃止痛药了 对不对 那真正的呢 中医呢 会教你推拿 推拿了之后呢 然后慢慢的啊 啊 不懂他是怎么做怎么做的 因为他是专业的嘛 啊 你偏偏跟他说 据我所知啊 啊 我虽然不是中医 但是据我所知 头痛 就要吃 止痛药 你说 你说 他说的也没错 但是 人家是什么 人家是中医 你是什么 你什么医都不是 对不对 你说的也没有错的 啊 也没错的 只不过 你不知道 人家用的啊 耗脉啊 人家用针灸啊 人家用什么啊 是慢慢的帮你调理的 你看中医了不起的地方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过了 说了你们不信 请我看风水啊 必须要很有缘分 这能量要很强的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 你们你们信不信 有一个人 他要去到这个 这个 一个佛堂 一个山 山上啊 有一个佛堂 他要去那个佛堂 他要去那个庙 啊 请那个师父帮忙 上去 啊 就遇到人家在修路 那个人说你要 没有办法上 你要上你要走更远的路 放弃了 你说是那个师父吃亏还是他吃亏 他说跟那个师父没有缘 那么 妙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啊 他要上山的时候 这边在修路 那个人说你要走这边去 更远 然后慢慢的上 然后才来到这里 他觉得太远了 跟师父没缘 你说谁吃亏 一分钱一分货 对 你说 然后呢 走上去一点点的时候呢 遇到什么呢 下雨 地上滑 跌倒 嗯 没有缘 还是没有缘 要走了 到 对 到最后呢 是 谁放弃了谁 师父放弃他吗 不是 所以啊 这个缘很重要 我这个人啊 我有一个 一个一个 自我的想法 前面 越是难走的路 我越是要把它走好 成大事的人 他遇到的事情 一定是比别人还大 有些时候 一间屋子 他就是要有一个师父去看 但是 因为这个师父能解决这很多很多问题 他就阻挡了他 所以我们有很多贵人 都告诉我 都告诉我 真的 很多都在现场的 都说过一句话 我怎么现在才遇到你 真真实实的话 甚至有些人说我后尾遇到梁师傅 后为什么 后尾现在才遇到 怎么那么遲遇到 你选择我 说实话 是我们的荣幸 是你的福气 因为 KX 是要两个 你和我 手牵着手 一起 把你的家运给搞上来 不是说我去到你家 你就不会倒霉 不可能 但是 在我们流泪的时候 会有KX 第一个纸巾给你啊 我们的贵人 从来不怀疑我 师父啊 我的某某某某人死了 我们刚刚有一个贵人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 他说他的阿姨 阿姨要往生了 问我应该怎么做 我跟他说 你尽量的 如果你不能够做主 你尽量不要知道太多 为什么 我告诉他 如果你 现在 我跟你说 首先你应该要这样这样 然后呢你要这样这样 然后你要这样这样 最后呢 最后他不能做主 你知道是多不好的一件事吗 你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了 但是你却不能做 那你为什么要问 所以我跟他说的很直接 对话我还留着 我跟他讲的很直接 你到底能不能做主 你要好好的想清楚 不能做主 我们念佛回向给他就行了 能做主的话呢 从头到尾 我们要帮他做 这是真实话 然后他说 谢谢师父 谢谢你 听得懂 你看这种人就是听得懂 听不懂的呢 哎呀你要怎样讲了 是不是要钱 要不要我给你钱 要我给你钱 你才讲了 那种就少交为妙 这样子的 不要说客户了 连朋友都不是 所以他们都知道 师父是真正真心诚意的 跟他讲 我没收钱 我帮人家洗骨啊 去坟啊 坟场去帮人家洗骨 这个以前 所有人都知道的 一毛钱都没收 一毛钱都没收 你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人要给我洗骨的 要起坟的 洗骨的 来 现在找我 我安排时间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阴德 我们有阴德 有阳德 这个是非常 对我们的子孙后代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 他的阿姨 我就说 如果你不能做主的话 帮他念佛就好 千万千万不要去去沾了 比如说 他手上必须要拿干露碗 你做不到 对不对 你知道了你却做不到 害了你自己 你也觉得很 哎呀 不舒服 为什么我这样子 我不能帮 为什么 你就会有很多为什么 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能帮的 我们只能帮 我们一定要帮 那不能帮的呢 我们只能念佛回向上 但知道了又不帮 那不好 知道了又不帮 那真不好 所以我每次 都是希望所有的贵人 开开心心 平平安安 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说 我认识了梁师傅 我就会永远永远的平安了 不是 而是当我遇到什么事的时候 我可以有一个师傅 能够帮我去解决 有一些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从来都不关心自己的原神 你知道吗 从来都不关心自己的原神 一旦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会说 哎呀因为这样啊 因为这样啊 都是别人错 他没有错的 永远都是别人错的 然后呢 哎你要为你的原神做一点事呢 不做 或者啊给一大堆理由 那理由是给我吗 不是是给自己 原神是什么 原神就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不叫灵魂 我们叫原神 啊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这个啊 这个是身体 我们的身体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这个原神啊 是在这边的 嗯 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呢 原神啊 的这个体系啊 他们是离开的 当原神离开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呢 这个人就宣布死亡 原神很重要 所以 请不到我 绝对不是因为 我问题出在我们 你知不知道小孩 你看那些小孩子啊 你看他的婆婆 他的妈妈 他的爸爸 对不对 有时候就 就 手里拿 拿一碗粥 对不对 然后就 用勺 哎 这样子啊 去去去播一下 来来来来 啊 吃对不对 有些时候呢 还跟着孙跑 孙跑他也跑 别跑 别跑 来坐坐坐 别跑 是不是 他从来都不会觉得说 哎呀好累哦 好啰嗦 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付出的是给他的亲人 他最爱的 他的亲人 他的命根子 是不是 同样 请我去看你的家 不是去那边 走走看看 像像旅游一样的 不是 我们会花十 呃 呃两万五万 甚至十万 出国 旅游 拍照 买东西 得到什么呢 开心 两个字 开心 但是我们出国的时候 遇到一些导游啊 遇到一些不顺的东西啊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会吗 会 所以你要怎么样平衡你自己 但是回来之后呢 你的手上拿的就是你喜欢的东西 还有呢 一些照片 再看多一年 再看多两年 再看多三年 你觉得怎么样 旧了 很少看了 也很少提起了 人家就说 以前你好像有去过澳洲 哎哟 两三年前咯 你会不会这样说 会的 风水不一样 看风水 是把你和KX绑在一起 让我们是做你的顾问 有顾问的日子 不一样 所以啊 我们的贵人很多 他们都知道 择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择日 如果这么简单 那就好了 遇到三和 就就就认为说 三和无冲 在八字里面啊 三和 你知道吗 在八字里面的三和 也有什么 也有三和 对不对 也有什么 也有仇神 三和成为仇神 那就惨了 好不好呢 三和 三和成为祭神 好不好呢 比如说三和水 三和水却成为了我们的 水就成为我们的仇神 好不好 三和水 水是我们的祭神 好不好 不好 这个就是什么 河中带破 大家要记住 要懂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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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